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你们参加今晚的福音讲座 我是黄夏俊弟兄,将担任今晚福音讲座的主持人 另外我们也邀请到四位讲员 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各自经历了人生的历练 相信他们今晚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富的分享 现在就容许我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他们 首先,我们有请我们的林挺泉弟兄 大家晚上好,我是林挺泉弟兄,欢迎大家 林挺泉弟兄是在1989年信主得救 他曾经当过教师,有13年之久的教育经验 目前是一位自由职业者,我们欢迎他 第二位,我们有请黄胜志弟兄 大家晚上好,我是黄胜志弟兄,欢迎大家的出席 黄胜志弟兄是在1986年信主得救 并开始过照会生活至今 他曾经在银行界服务了25年 我们欢迎他 第三位,我们有请张秀珍姊妹 大家晚上好 欢迎你们 张秀珍姊妹是在非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 在小学时就听见了福音 但在大庄期间才信主得救 如今得救14年 是一名老师,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 我们也欢迎她 好,第四位,我们有请江小珍姊妹 大家晚上好 我是小珍姊妹,欢迎大家 江小珍姊妹是在1978年信主得救 并过照会生活至今 他曾经在银行界服务了28年 如今是三个孙子的外婆 我们再次欢迎他 好,我们非常感谢四位讲员的到来 那不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我们就正式进入今晚的福音讲座 今晚我们所要探讨的题目是真爱 古晚今来,许多的文化学者 科学家 哲学家 心理学家 人类学家 及社会学家们都想说清楚爱 都想给爱以恰当或准确的解释和定义 但是众所公认 爱本质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可以体验 但是却难以用言语或文字来表达 亲爱的朋友们 今晚我们不仅说到爱 更是说到真爱 那到底什么是真爱呢 秀娟姊妹 你是否可以从你的经历中 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真爱 谢谢夏俊弟兄 首先爱是什么 爱在汉语中是一个多意志 它包括爱情 友情 亲情 和博爱 那对我来说呢 爱是人深处的一种情感 而每个人对真爱 又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 但很肯定的是 人对爱有两种渴望 一种就是被爱 另外一种就是去爱 这个大家都常说 被爱是幸福的 这个也是赞成的 但是我们仔细思考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对爱的渴望 是没有尽头的 所以 我们一直在找 真爱的感觉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的话来讲 就是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有的人 他得到了100%的爱 但是他还会渴望 那第101%的爱 由此可见 人对爱的渴望 是没有止尽 但人的爱是有限的 有限的爱呢 是无法满足 这个无限爱的渴望 就像刚才夏俊弟兄分享的 我是一名小学老师 那么相信大家都认同 一个老师除了教书能力要好 要爱孩子们 这个我也是一样 在受训的时候呢 除了接受各种教学的训练 这讲师们也不忘告诉我们 爱其实是最短的路 但是啊 当我出来教书之后 我就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人的爱是有限 而且人的爱是上变的 当我们的爱啊 在受到打击之后 我们还爱得起吗 这刚出来教书的时候 我真的很喜欢每一个小孩子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真的很可爱 很单纯 这是 但是啊 如果那天早上 你被一个家长辱骂了之后 你再进班 再见到那个小孩子 你还会像昨天那样 认为他很可爱吗 我相信我们都只是凡人 所以我不能很假意的骗你们说 我那天早上看到那个孩子 还觉得他跟昨天一样可爱 我多少还是受人 那个早上受他家长辱骂的这件事影响 至少在那一天里面是受影响 在那一天里面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觉得他像昨天那么可爱 所以这个 我觉得圣经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就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 因不法的事情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 这就是我们人爱的情形 我们爱常常会因为事情而改变 这就是人爱的有限 这个人对爱的渴望又是无限的 这个人的爱是有限善变的 而且无能为力的 所以晚间我也很想继续探讨 到底这个真爱 我觉得真爱至少要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它不应该是善变的 好 谢谢秀真姊妹的分享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头 这么说来 人都渴望爱 但在试着爱人的过程中就会发现 人的爱是会改变的 是很有限的 可见人的爱不是我们今晚 所要说的真爱 那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 那母爱呢 大家都公认母爱是最美 最伟大的爱 是无条件无私的爱 难道母爱不是真爱吗 接下来 我就要把我的时间交给小娟姊妹 小娟姊妹 我听过你分享这一方面的见证 是否今晚也请你 跟大家说一说你在这一方面的经历 谢谢夏俊弟兄 无以否认的 这世界因爱而美好 对大自然的爱呢 就有了环保的意思 对动物的关爱 就有了凡子灭带动物学会 人与人之间呢 也因着爱得以为序 像弟兄所提的 众所公认 母爱是最伟大 最无私的 因为母爱不带条件 不求回报的付出 只要所爱的孩子幸福 我是三个孙子的外婆 我也是我母亲的女儿 身为女儿 我享受母亲对我 无微不至的爱 记得我出入社会的时候 需要肚子离家 到人生地不守的 吉隆坡受训 对于一个不曾离家的我 母亲甚担忧 虽然放心不下 但也得寒泪把我送到机场 那个年代不是 everybody can fly 因为没有 Air Asia 这是 母亲对 女儿的爱 其性质是 真爱 但却 受时空的限制 容许我多说一些 近年来 母亲年长 有一次手术后 她因为疼痛而爱好 三个孩子都在她身边 心疼年近霸寻母亲的处境 且不能背负她心灵的创伤 这里虽然有孩子对母亲的爱 其性质也是真爱 却有能力的限制 却无能为力 在那个处境中 谢谢小娟姊妹的分享 我们可以从她切身的经历中看见 母爱虽然伟大 但是也受到空间的限制 并且在能力上也是有限 也不是永远 所以根据两位姊妹的分享 我在这里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真爱呢 它必须有几项的特性 第一就是不改变 第二就是无限量 第三它是永远 听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会与我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这世间到底有没有这种爱呢 我们要去哪里找这种爱呢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圣子弟兄 来为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夏俊弟兄 我想夏俊弟兄这个问题实在是问得非常好 非常直接了当 一问就问到底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间到底有没有这种爱 我曾经唱过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 取名为真爱 抽诗歌的歌词 说得实在好 诗歌说 若世间真有一种爱 能满足人 醉深情怀 无限量像洋海 不改变比尖牙 救主耶稣 他就不必来 那 换一句话说 就是说 人 是在一种情形的里面 是一直在寻寻秘密 一直在寻找 寻找 真爱 渴望被爱 渴望 有一种的爱是无限量的 是像洋海的 是不改变的 是永远的 是比尖牙的 是坚强的 是无论我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在怎么样的一种情形里 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 我们都渴望得到这种爱 另外一方面呢 刚刚秀娟姊妹也说到 我们人一面是很渴望被爱 另外一方面 就很渴望 我们也能够付出这个爱 给出这个爱 我也拔望我们能够 也如此的来 给 给姨这个爱 是 但是 事实是 当我们看看自己 看看别人 看看我们已过的人事的经历 我们就会发现 是否好像没有 因为连我们自己 都对自己失望 是不是 朋友们 很多时候我们 不只是对别人失望 我们也对自己失望 好像我们觉得 哎呀 好像 世间 有没有这种爱 这个 当然里面 还是有这种的 渴望 很渴望 有一种 很深的 这种 一种的渴慕 就是我们里面 有一种 最深的情怀 是需要这个真爱 来满足的 但是好像 实在是没有 但是刚刚啊 这首诗歌里面 他又说救主耶稣 他就不必来 如果 如果有这种爱 他就不必来 那 一面是说 我们找来找去 我们找不到 我们失望 但是一面来说 当我们看到 我们 这个人类的历史中 我们也读过历史 我们知道 在历史中 的确 就有这样一位 荣美的圣人 曾经 在两千年前 曾经有一位 荣美的神人 他就是耶稣 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来到这个世间 他的来 就是真爱 来到这个世间 我们看看 当主耶稣 在这个地上 他的为人生活 我们每逢读 这个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就深深的 被他感动 当他遇到虾子的时候 他就开了 他们的眼睛 当他看到 龙子 或者是哑巴 他也就医治了他们 使他们能够 从 使他们能够听见 使他们能够说话 当他看到 患麻风的病人的时候 他里头就动了 慈心 甚至他是伸手 摸他们 然后呢 使他们得出捷径 使他们得出医治 甚至 当他看到 有一般的群众 他们是饥饿的 然后天已经晚了 然后 那个时候呢 又没有食物吃 那么 那在这样的情形里 耶稣就动了 此心 他就啊 在那里就使用一个神级 用五饼二仪 喂饱了 五千人 甚至 当他看到一个 十二岁的小女孩 病死了 然后他的父母在那里 嚎啕大哭 众人 哭成一团 然后 亲戚朋友也在屋里 在那里大哭 那主耶稣来到那个地方 主耶稣说 他不是 他不是死了 他是睡了 然后就把众人都 都叫出去 然后他就进去了 然后呢 他就 拉着这个 小女孩的手 就叫他起来了 就使他 从死里复活了 然后还吩咐给他东西吃 他的父母 因着主耶稣这个爱的故事 他们就大大的得了安慰 还有太多太多 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 太多太多 这一类的故事 就说出我们的这位 主耶稣 他心里柔爱的流露 那我们看到 主耶稣 他的活出 就把这位神的爱 借着他人性芬芳的美德 给完全的 流露出来 彰显出来 那 我们看到 主耶稣所彰显这个爱 他是 神的爱 借着人性给彰显出来 刚刚我们说到 这个人的爱 他是很有限 他是 有心无力 他是 爱莫能助 但是 对于 主耶稣来说 对于神的爱来说 他就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的问题 就是说 他没有 有心无力 力不从心的问题 就是 他的心 是爱我们的 那么 他的 能力 也到哪里 他都可以 做到 这就是我们的 主耶稣 他所活出来的爱 那么 圣经里面还给我们看到 他不只是在地上的时候 他的所作所为 在那里顾惜人 把爱带到这个人间 甚至 罗马书五章八节 告诉我们说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就在此 将自己的爱 向我们显明了 那主耶稣 他爱我们的 这个爱呢 是在他为我们 受死的这件事上 让我们完全的显明 神对我们的爱 他不是爱你在心口难开 他是心里爱我们 但是呢 他因着他爱的缘故 他就叫他的儿子 他就叫我们的主耶稣 来到这个世上 为我们经过人生 他的经过人生 是为了来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体会我们的每一个软弱 他能够进到我们的每一个感觉里 所以刚刚那首诗歌也说到 黑夜里 他听见我叹息 我悲哀 一路上 他看见我徘徊 我无奈 这也说出我们人生在世 不仅都是一方风风顺 亲爱的朋友们 我想我们感同身受 我们唱到这样的诗歌 而且最近尤其是 这个受到疫情的冲击 我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段日子以来 可能都不是很好过 因为人人受到这个 疫情的冲击 等等 还有经济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等等 我想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 很多时候我们有叹息 我们有悲哀 但是 这一位主耶稣 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听见我们的叹息 他知道我们的悲哀 他愿意来救进我们 他愿意把他的爱赐给我们 在这里呢 我想再分享一段 圣经的圣经节 是记载在罗马书 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这里说到 谁能使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避泊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言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窄的羊 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 我们已经得胜有益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现今的事 是要来的事 是有能的 是高 是生 或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以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亲爱的朋友们 神爱我们 神对我们这个爱呢 已经成了基督的爱 神这个爱呢 祂是永远的 祂是不改变的 祂是复活的 祂是刚强的 祂是有能力的 祂是不能隔绝的 祂是超越知识的 所以我们有许多 许许多多亲爱的圣徒 历史历代以来 有千千万万 爱主的基督徒 他们都能够 同做一个见证 这位主啊 这位神的爱啊 对他们是可经可利的 而且无论他们是在 哪一种的情形的里面 这一位神呢 都做他们的牧人 是爱的神 来做我们的牧人 所以呢 我想 这一个 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就是我们这位 神呢 祂就是爱 圣经不是说 神有爱 圣经是说呢 神就是爱 这个爱呢 其实就是 主耶稣这个活的人位 借着我们的相信呢 这个爱 它要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的心也充满爱 使我们也能够彰显这个爱 活出这个爱 过着一个 蛮有爱的人生 所以 我相信呢 很多的基督徒 甚至我们 许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 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都能够同做一个见证 不是我们爱 这个爱呢 不是出于我们的 我们爱呢 是因为 神先爱我们 所以呢 所以我们 何等的 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般人 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这永远的 永远的爱 所以我们发望了 朋友们 你们 也能够得着这个爱 我就 这样子回答 谢谢 向君弟兄 谢谢圣智弟兄的分享 将神的爱向我们说明 原来 真爱就是神自己 神的爱能满足人 最深情怀 神的爱 无限量向阳台 神的爱 不改变 比坚扬 接下来 我们就来听听 这首叫 真爱的诗歌 是谁 是皆 这首歌 只有一种爱 能满足人 最深情怀 无限量向阳台 不改变比尽爱 救助耶稣他就不必来 黑暗里他听见 我叹息我悲哀 一路上他看见 我徘徊我无奈 迎着爱他不能再等待 从天来走在人世尘埃 寻找我不懈怠 人即可受苦海 黑瓜木上清唱我醉在 今死亡他复活 今我灵作主宰 与我联合使我心满哀 这世间我得到真爱 是耶稣那全身的爱 无限量像阳海 不改变比尽爱 真知无价恨就且不衰 我日子他同在 我道路他灵衰 我的主我的爱 我爱你到万代 我的主我的爱 我爱你到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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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明他的心是爱我们的 但是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 他采取了什么行动 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挺全弟兄 是否能请你 把主耶稣因着爱我们的缘故 为我们所经过的这一切过程 跟大家来细说 好 谢谢夏俊弟兄 神爱我们 到底他做了什么呢 刚才夏俊弟兄问到 诗歌里面说 他来到地上成了一个人 这个不是只有在诗歌里面出现 这个其实在圣经中有记载 就是记录在这个雅各书里面 所以雅各书是圣经里面 一卷非常特别的书 记载一位伟大的君王所罗门 和一个平凡的乡村女子 苏拉米尼之间的罗曼史 所以我们的标准 君王与乡村女子 彼此必不相配 但是大伙计的君王 却爱上一个乡村女子 然而前提最高的君王所罗门 要追求一个平凡的乡村女子 一定是很难的事 如果在军中的荣耀里来 探访他的话 他也许会被吓跑了 所以使这个王需要降卑自己 成为一个乡村男子 从村里去追求他得着他的爱 然而这个所罗门王 他并停留在这样低微的情形里 他最终还要使这个乡村女子 成为他的王后 好女 想配 并将他带至于他同等的地位水平上 这个所罗门 与乡村女子的故事 乃是一表神与人之间的神 神他爱上了人 即使人似乎与神不相配 神却爱上人 神为婚配 神要追求人 并且要个人情深的得着人 为此他就成了低微有人性的人 所以整本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 就是记载我们的好牧人基督 如何离去尊容铁销 到地上寻找卑微的人 做他的配偶 是 我们死在实际上救赎了我们 并分赐他的生命给我们 他就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 这个在罗马书五章八节 那你说到 毕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就在此将他自己的爱 向我们显明了 神成了低微的人 但他的心意不是要永远做个低微的人 将他的人性提高到 他的神性的水平 这可以由这个罗马书一章三节至四节 得到证明 三节说 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的 生的 肥肉体就像所罗门做乡村男子 要得着妻子 四节说 然后在他的复活里 他按照圣别的灵 将他的人性提高到他的神性力 人性的部分由神而生 被标出为神的儿子 从神在基督复活的时候 也重生他所捐选的人 耶稣一章三节 我们主耶稣基督 这神与父是当受送赞的 他曾照自己的大联名 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重生我们 使我们有了盼望 神性 放在他所捐选的人里面 人性提高到神性的标准 使人借着重生 在生命里长大 并借着生命而被变化 成为基督的新妇 与他相配 演教可以给小军弟兄 谢谢挺全力的分享 使我们大开眼界 圣经里竟然记载了 神圣的罗曼史 并且神对人的爱 乃是男女之间情深的爱 神追求人 要人成为他的分配 我相信这对许多人 是一个全新的思想 接下来 我们再来享受 珍爱这首诗歌 我们再来享受 珍爱这首诗歌 全新的歌 如果世间真有一种爱 能满足人最深情怀 无限量 像洋海 不改变 比尽埃 救助耶稣 他就不必来 黑暗里 他听见 我叹息 我悲哀 一路上 他看见 我徘徊 无奈 因着爱 他不能再等待 纵天来 走在人世尘埃 寻找我不懈怠 忍即可受苦海 悲光无伤 情唱我罪哉 尽死亡他复活 尽我灵作主宰 与我联合 使我心满哀 这世间 我得到真爱 是耶稣 那全身的爱 无限量 像洋海 不改变 比尽埃 真知无价 恒久且不衰 我日子 他同在 我道路 他领帅 我的主 我的爱 我爱你到万代 我的主 我的主 我的爱 我爱你到万代 我的主 我的爱 我爱你到万代 我爱你到万代 这首诗歌实在是感人 再听一次还是令人觉得回味无穷 特别 诗歌第三节 说到诗人已经得到真爱 就是耶稣那全圣的爱 这真是一个甘甜的见证 接下来 我们来听一听得着这真爱的见证 我们有请挺全弟兄 秀尊姊妹和小尊姊妹 有请 谢谢 我们的小尊姊妹和小尊姊妹 像小尊姊妹说的 这四人 已经得到这真爱 虽然 但是我已经得到这真爱很多年了 这些日子一路上都有他的存在 就像这个三节所说的 我的日子 他都存在 我的道路 他都领帅 当然不止只有我一个人得作 很多人也得作这真爱 再来就说一说我的经历 在开头就介绍我曾经当过13年的教师 过后就成为这个自由职业者 为什么这样介绍我 是因为这一段里面 我对神的爱的经历就非常的深 成为这个自由职业者的时候 我就没有了固定的月薪 有工作就有收入 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几个月很多的时候都是待在家里 因为没有工作 家里四个孩子要养 那时候越想就越烦 我从小时候就知道有一处的经节 就是在这个罗马书八章六节 那你说什么 因为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 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但在我的这个经历上 是还没有经历到这个一点 然后还有另外一处经节 就挂在我的家的墙上有好几年了 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处经节 那就是在诗篇23篇一节 那你说什么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那处经节 在我最缺乏的时候 他就吸住了我的注意力 那我突然间领悟到 神是爱我的 我就开始常常把心思至于灵 来连于我这位主 像罗马书中这个八章六节 所说的 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就成了我的牧者 就好像诗篇23节一节说的 我那时候开始了 真正经历到这两处经节 那经节呢 也在我心上同时后佛他上来 就是在罗马 这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 那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都将要加给你们了 是 我们需要先看前面几处经节 在28节那里说到 何必为衣服忧虑 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伸展 他们既不劳苦 29节就介绍说什么 但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 所罗门就是我刚才 像大家分享里面的那个王 所罗门王 在他极盛的荣耀里 也没有披带的 像这些花朵中的一朵 当时接下来就说到 小心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 今天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尚且这样给他们传台 和你们 是 所以啊 这些话 是神 我们说的 他是如何的爱我们 所以从那天起啊 我就开始赎回我所有的光影 当然是 虽然是没有工作 但是我有很多的时间啊 那 我在他的面关中 读他的话 他有与他有交通 所以这位爱的神 是等着我们去爱他的 嗯 话说回来 那我的生活又如何呢 我的生活过得很好 是没有 但是没有缺乏 是 你当接到一个工作后 很自然的另一个工作 又接着来 听着这个马太辉 六章三十三节 但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 是 听着这个境界 我就学习 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也就学习 在赵会的需要上 服侍 摆上我的那一份 嗯 这是神的安排 是 不然的话 我不会突然间离职 从教师转为这个自由职业者 能让我更经历他的爱 神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爱的祝福 一样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爱世人 是 爱你们 嗯 我就把时间交给下一位姊妹 这 刚才听听权帝宣的分享 他是在他的人生中 在他的人生的坎坷里 遇见了神 遇见了真爱 那我遇见真爱跟他有一点不一样 我是06年出来古今读书受尽得救 那么我是07年开始和基督徒在一起聚集 我们称作聚会 那我开始过基督徒生活后 我就发现 基督徒是一群很特别的人 是一群相信神且相爱的人 是 当我过照会生活中 实话会生活的时候 我就在照会生活里面 看见这个许多年长的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爱这些年幼的弟兄姊妹 真的是像爱自己的儿女 所以无论我是在06年来古今读书时 或者是12年我被调到林梦去读书 我都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然后被一群这个弟兄姊妹爱着 所以我爱到一个程度 我常常在那里想 主啊我这么一个不可爱的人 这么一个自私的人 他们怎么能够爱我呢 我非常摸着有一次 这个我们大学生聚集 那时候我记得大概我们有 200多个大学生来在一起聚会 然后就有一群的五六十岁的这个弟兄姊妹 到会所去煮饭给我们吃 我趁着聚会的空淡的时候呢 就到厨房去 然后我到厨房的时候 我就听见这些五六十岁的弟兄姊妹 在那里一边煮饭 一边唱诗歌 非常的喜乐 我真的就被他们的喜乐给吸引住了 然后我就问了其中一个年载的这个弟兄 那弟兄那时候大概也六十岁 然后我就说 你们煮这么多人吃 要煮200多人吃 你们不累吗 可是这个弟兄啊 他就非常的喜乐 他告诉我说 我已经在这里煮了二三十年了 以前这个吃我煮的这个大学生 现在都当爸爸了 你知道他当时脸上浮起来的那种喜乐 不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他好像在告诉 在那里跟我说他孩子的事情 那时候我真是 看见 这帮人身上的爱不一样 他们的爱 是可以持续二三十年 然后爱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这圣经里面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 主耶稣说 你们彼此相爱 这如我爱你们 为使你们也彼此相爱 那时啊 我心里就清楚 这种爱 就是叫神的爱 叫这个人能够爱陌生人 如同爱自己的孩子 因着爱啊 这个老弟兄手带厨房 为一群陌生人煮饭 煮了二三十年 而且非常喜乐的煮饭 吃他饭 这个做父母的应该不少了 这是感谢帐为主 享受圣徒们的见证和分享 我也愿意在这里见证一点 我母亲是个肾病患者 一周需要三次洗肾 家里有肾病患者的都知道 那是多么痛苦的事 初犯病的时候 母亲完全无法接受 终日忧伤寡言 那感谢主的爱 借着一般的姊妹们 常来看他 陪他祷告和读圣经 当基督徒不是没有苦难 因为主耶稣在 耶和福音16章33节告诉我们 在世间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今天母亲已经走出伤痛 喜乐的向人传福音 变圣她的日子 如诗歌说的 有主的统在 她的道路有主的领帅 今天虽然我们的生活 任是彩米油盐生而易你 我们这平凡的生活中 且经历了神那全圣的爱 享受了神生命的新香和得胜 母亲那段病痛的日子 借着弟兄姊妹们的爱和神的话 温暖鼓励使她走出了病痛的感觉 母亲真的是得出了这真爱 并且享受了这超越的爱 谢谢三位讲员为我们所做美好的见证 在他们的生活中 他们经历并得着真爱 也就是神的爱 不仅如此 他们也在照会里 弟兄姊妹的中间 经历神那不改变 无限量永远的爱 神的爱 借着弟兄姊妹流露了秋 愿所有在线上的朋友们 都能有同样的经历 都能寻到真爱 就像诗歌里所说的 不再叹息 不再悲哀 不再徘徊 不再无奈 愿神祝福大家 那么这爱 竟然如此的美好 相信大家也迫不及待的 要得着这真爱 那我们就要问呢 我们要如何得着这真爱呢 圣志兄 是否能请你帮忙 大家回答这最后的问题 好 谢谢夏俊弟兄 我实在是非常享受 弟兄姊妹们的分享 像刚刚小泉姊妹所分享的 有关于她母亲的 种种的过程 经历 患病的过程 然后走出黑暗 然后重新迎向喜乐光明 过一个满了被主的爱 充满的生活 我想这一个见证 不是无度有偶 其实我们有太多太多这样子的经历 这都说出 这再再都说出呢 神的爱 祂是全圣的爱 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爱 祂是全圣的爱 是不能隔绝 是得圣的 是超过一切的 是复活的 是有能力的 这一个爱 才是我们所寻找的真爱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们说我们在寻找真爱 像我刚刚曾经提起 其实 不是我们找祂 是祂来找我们 不是我们寻找真爱 我们还没找祂 祂到先来找我们 真的 就在2000年间 祂就亲自成为一个人 祂就来寻找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找祂 祂先来找我们 这个真爱来找我们 所以你说我们要拥有这个爱 我们要得着这个爱 难不难 其实一点都不难 一点都不难 我打个比方 亲爱的朋友们 假如说神和人之间 那个距离有一百步 好像很远 一百步 这个距离很远 但是 我告诉你朋友们 这个一百步 主耶稣已经全部走完了 是 这个过程 祂都为我们经过了 是 圣经有一节很重要的经节 我想这一节圣经节 我朋友们 我们都能够记住 甚至如果能够把它背下来更好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入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远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们 神爱世人 神的心 祂是爱我们的 但是 神的心爱我们 那是祂的心 神要求我们人这一面 在地上呢 有一个信的心 神要我们这个信的心呢 和祂爱的心呢 心心相应 神爱我们 但是神要我们信 所以 神的心是爱我们的 但是神要我们有一个信祂的心 那这一节圣经节 也给我们看见 有两只手 一只是我们父神的手 神的手是因为祂爱的缘故 祂差遣祂的儿子 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经过人生 为了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全人类的罪 那这一个呢 是神所做的 神叫祂的儿子为我们来受死 然后今天呢 刚刚我说 一切我们的神都做成了 都做好了 救恩已经成就了 神的爱 借着基督的恩 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 再也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做的 连一步都没有 不是九十九步 剩下一步要我们做 连一步都没有 一百步祂都做完了 而且这位主耶稣 今天神已经把祂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而且这位救主耶稣 今天晚上祂还向我们伸出祂慈爱的手 祂的双手是有钉痕的手 是那受过伤的手 朋友们 在此 神就将祂的爱向我们显明了 但是祂的爱手向我们伸出来 祂对我们有一个要求 祂要我们也伸出我们的手 伸出什么手呢 祂要我们伸出我们信的手 信的手 亲爱的朋友们 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读 两处的圣经节 这是很重要的两节圣经节 一处呢 就是记载在罗马书十章第九节 这里说 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祂从死人中复活 救必得救 这里呢 我们的口 需要承认耶稣为主 我们不只心里相信祂 我们心里信祂还不够 我们的口 要承认祂 是 就像罗马书十章 十章节所告诉我们的 因为凡 呼求主名的 救必得救 我们要怎么呼求呢 就是很简单的 呼求祂的名 求告祂的名 祂的名字是 耶稣 但是我们在前面 我们加一个主 主耶稣 呼求主名就是这样子 哦 主耶稣 朋友们 不管你是在哪里 你是在家里也罢 你是在你的房间里也罢 在你的卧室 在你的客厅 在厨房 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一位主耶稣 祂已经经过了过程 祂已经经过了死而复活 祂已经成了那赤生命的灵 这赤生命的灵呢 祂就像空气一样 祂是无处不在的 祂是无所不在的 祂是充满着整个万有 所以你只需要敞开你的胸怀 敞开你的心 敞开你的灵 把你的全人向着祂打开 用你的心 用你的灵 用你的真诚 来求告祂的名 你告诉祂说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愿意相信祢 你就告诉祂 主耶稣 主耶稣 我需要祢 求祢充满我 主啊 祢的爱来充满我 就是这么简单 朋友们 因为这位主耶稣 祂已经 张开祂的双手 祂在那里等着我们 向着祂的爱有回应 祂等着我们向着祂的爱有响应 今天只要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相信祂 只要我们开我们的口 呼求祂 求告祂 祷告祂 祂作为赐生命的灵 祂就要进到你我的里面 祂就要用祂的生命 用祂的爱 来充满我们 使我们的前人充满爱 使我们的人生 从此满了盼望 满了喜乐 满了平安 满了力量 使我们能够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朋友们 我希望 希望今天晚上 你也能够和我们一样 得着这真爱 好 我想 我就把时间交回给夏俊弟兄 谢谢 谢谢圣之丁的分享 为我们指出得着真爱的路 很简单 只要心里相信 口里呼求主的名 哦 主耶稣 就必得着这位是爱的神 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 与我们同在 我相信这样的回答 将会为今晚的福音讲座 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愿在线上的每位朋友们 都能尝试 敞开你们的心 敞开你们的口 来接受这位是爱的神 愿神祝福大家 末了 我们有一些祷告 来结束今晚的福音讲座 我祷告一句 大家可以在荧幕前 跟着我祷告一句 祝福我们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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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爱祢 我们爱祢 因为祢先爱了我们 因为祢先爱了我们 主谢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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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 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 谢谢祢亲自来寻找我们 谢谢祢亲自来寻找我们 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如今我们只要简单的相信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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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求祢的名 呼求祢的名 奉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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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今晚的福音讲座 我们就到这里 末了我们还有几项的报告 请朋友们注意一下 首先 请朋友们 扫一扫 这个荧幕上的二维码 对 扫一扫 这个荧幕上的二维码 帮忙填写这个问卷 或者朋友们也可以在聊天室里 点击问卷的链接 谢谢大家的配合 第二项报告 我们在这里喜乐的通知 所有的福音朋友们 像今晚这样的福音讲座 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 所以我们在此热烈欢迎 你们参加下一次的福音讲座 最后一项的报告 朋友们也可以点赞 并跟随古今世造会的社交软体 都有列在荧幕的上方 有这个面子书 还有Instagram 大家可以 这个有最新的活动 最新的消息 大家可以在这社交的网站得知 好 末了 再次谢谢朋友们 抽空参加我们的福音讲座 愿神祝福大家 再见 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 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